线上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开讲 坚持真相启示录 揭开法税黑暗面 督促官员良心行政奉公守法 全民支持法税真改革 国家才能更进步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赞、留言 监督政府人员良心做事 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 38年前的7月13日 摇滚巨星麦克·杰克森 以一首四海一家救援音乐会 号召全球一起为非洲的鸡民发声 而在2023年7月13日的台湾 也是太极门师徒人权受难案的 司法平反16周年 民团特别举办 太极门冤案平反16周年论坛 后威权时代 检视我国信仰自由权之落实 以太极门案件为例 并在太极门1219人权事件的不义遗址 瑞士山庄举办音乐会 以音乐演绎27年的受害新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7年的7月13日 是太极门刑事案件的平凡日 意大利社会宗教学家 韩东杂志总编辑马西莫博士 非常关心太极门案件 他指出太极门案获得最高法院判决胜诉 按理胜诉以后税务机关应该 遵循最高法院的判决 因为最高法院已经核实所谓的红包 是免税的赠予 因此没有逃漏税的疑虑 但税务机关总是试图 透过法外的方式扩大自己的权力 创造了成百上千份解释函令或文件 以达到他们课税的目的 他呼吁政府应该纠正错误 平反案件 还太极门一个公道 本场论坛主持人 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理事长 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 陈志龙教授表示 7月13日是人权保护日 跟宗教自由日 唐吉柯德 坚持信仰 抗拒被压迫 崇尚自由的精神 正是此日的重点 这也是人权的三大信仰 也就是太极门掌门人 宏道指博士所讲的 真相不变 真情永续 真理永恒 他抨击向太极门案 前立委秋锤真案件 都让台湾没办法进入转型正义 尤其台湾立法行政司法根本不分 税法更是不遵从宪法 不尊重自由人权 以及民主法治 就像秋行军虫一样 啃光职务的精业 让被害人活不下去 再不改革 警钟即将响起 官员违法事件层出不穷 纵容只是让违法事件越演越烈 当然没有适当之处分 人权保障最后只会落入空谈 所以奉劝执法者 在大谈司法改革的同时 请先自省对违法官员的处置 尤其众大为师者 岂可清廷添水般带过 不要让司法改革成为口头禅 让司法人专法律漏洞成为司法独流 过去侯宽人检察官 假办案 增陷害 太极门 滥权堵职 指挥各部会 媒体 等协同办案 用尽下流所断 迫害被告 更可怕的是 法务部长不但没有 陈处加害人 猴宽人 检察官 反而让他升官发财 这要如何获得百姓 对司法的信任 现在要司法改革 法官法除了续讲外 也硬要有 陈处淘汰的制度 彰显司法公义 侯宽人检察官 仗势公权力 而重复反省 自己起诉的案子 定罪率极低 加上胆大妄为 有多次比录不实的记录 是司法人员最不好的示范 让司法良心荡然无存 如此无良恶检察官 以无资格升为司法人员 法务部尽无视于 侯宽人的恶劣行径 还能让侯宽人 升任法务部 法医研究所所长 继续危害善良百姓 实在是果然的悲哀 国家司法人员 应秉持良心 并以公平正义 作为行政准则为基础 期盼法务部 正视不良司法人员 任用问题 端正司法风气 及时醒悟 导正司法程序走向 公正联名的时代 不可再辜负人民对司法的期待 中兴大学 法律专业学院院长 李慧中教授则 探讨证据法则 到韩社的法律 他认为太极门案件 因属于检察官办案 求公新切的过程 也就是没有按照法定程序的采认 从检察官办案 到国税局的课税 皆属如此 他举例 侯宽人检察官 不但先押人再找证据 找不到证据 就发明一个养小鬼的说法 完全不符合科学化的可验证信 还把地址给师傅的禁师礼 直接认定为补习班的补习费 那更是荒天下之大庙 国立中正大学 财经法律学系 兼任教授 前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林文周表示 回顾古代或戒严时期 因为信仰 思想或言论问题 被定罪的血迹斑斑 例如清朝的文字域 而在后威权时代 当公权力侵犯言论自由 与思想自由 会先将人扣上道德的罪名 例如太极门案中 以查税 养小鬼 妨碍公务等名称 来迫害太极门师徒 或用所谓散布假消息 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或行政法 或刑法 或税法来查水表 对人民进行压迫 实质就是 政府不喜欢你的思想 与言论 就利用职权 进行迫害之时 良心是世界公民困局的解放 我们也呼吁行政院长 陈建仁院长 勇敢地站出来 拯救无辜的人民 以示拯救自己的灵魂 也在行政权力职务中 创造公益的世界 在关键的位置 做出正确的决定 以慈悲为怀的精神 尽数出面解决太极门假案 不要再不闻不问 人民在呼唤您 上天有好生之德 行公义 好怜悯 秉持良心 行政做事 就是真正对人民好 即刻还人民清白 并归还违法说归国有的 太极门修行圣地 坚持真相启示录 呼唤官员门的良心 护载伤害善良百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